你是知名的律师 你和你的女儿是法国籍 怎么连点契约精神都没有啊 中国有句老话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你管不住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管不住他的女儿 这就是典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终于承认奏义的身份 误会啊 今天的事情绝对是个误会 我可以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下一次 你停 你的保证在我这儿 已经没有任何信用可言 权威阿姨对不起 你也停 你的道歉和眼泪在我这儿 也没有任何信用可言 老婆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一家人 这还是家吗 我在我的家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一想到那个东西在我床我 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 谁知道明天又能发生是什么 我这跟在丛林里生活有什么区别吗 不不不不 不至于啊 还到了那个份上 这样 我建议我们今天开一个三方会谈 重新定一个契约 保证以后绝不再犯 可以吗 契约是一定要定的 但是昨天的优惠条件已经没有了 我们可以答应 其他我答应 但是锁笼子里走语不可以 其他的都可以商量 唯多这一点没有余地 除非你从我的尸体踏过去 你来中国时间也不短了 好的没学 怎么这抗日神剧的台词背得倒挺熟的 还有什么呀 一起说 贱人就是矫情 嘟嘟 你干脆赏我一战红德了 你让我说的 哎哎哎 计划 我说的